- 正選28人名單 哈囉大家好我是史丹利 四位棒球的12強賽的正選28人名單 將在十月七號出爐 這場本頻道的慣例 當然是要來預測一下的 開始之前先消毒一下 預測28人名單 會帶有我個人強烈的主觀想法 搭配大數據、近況 還有總教練的選人習性去做猜測 給大家當一個參考範本 如果跟我想法不同 也歡迎在留言區底下討論 首先講一下我自己的人員分配 會是14頭、3補、6內野、5外野 組成28人 其實過去兩界12強賽 中央隊都只帶13頭 但今年賽制有變 原本是12隊分3組 各取2晉級複賽 這次是12隊只分2組 但還是只取2晉級 所以每一隊預賽的場次 從4場新增成了5場 台灣要先打韓國、多米尼加 休一天後再打日本、澳洲、古巴 投手帶的人數理論上也會增加 那我預測的14頭名單如下 包括中職的國林瑞陽、陳冠偉、吳俊偉、陳柏豪 陳冠宇、曾俊月、王志軒、黃子鵬 還有旅外的林玉敏、莊成仲敖、林正偉、彭文輝、宋家豪以及劉志榮 我們可以先拿出明星賽史真種選進的投手名單當作參考 裡面有很多人下半季的成績都出現下滑 被我放在正選名單外 像是江晨諺、王衛勇、林凱威、江國豪、林趙恩等 其中又以王衛勇最慘 在6月份以前 他的EIA Plus超過300 是一軍的頂尖後援之翼 沒想到下半季只有28.5 壓制力可以說是天差地緣 那江晨諺的部分 上半季當過一段時間的防禦旅王 但下半季EIA Plus 73.8 其實對中職一軍打者的威脅性已經降低很多 而張毅當初是以特殊身份 跟文念廷參與明星賽 實際投入一軍戰場後 只繳出EIA Plus 86.5的平庸成績 應該無法吸引到教練團選他 另外是徐柔熙 如果他能打當然要選 可記得總已經清楚表明 會讓徐柔熙在一聲建議下關機 確定無緣12強 這麼就不多做討論了 所以在明星賽中小隊的投手中 我留下了國雲瑞陽、吳俊瑋、陳冠瑋、陳柏豪、陳冠宇 曾俊悅、王志瑄 然後從明星隊那邊選了黃子鵬 我跳老虎是想要擺他在先發 因為學游戲不能打之後 要從中職先發土頭中跳一個並不容易 包括陳士鵬、江陳彥、王維忠、陳柏青等 那黃子鵬的境況最好 下面借EIA Plus 118 呂呂鋒所奪冠的兄弟打線 如果交換團想要把黃子鵬放後援 也完全沒問題 他過去有豐富的牛棚經驗 側頭的特性很加分 在中小隊的名單中 他也會是唯一可以選的右手低尖側頭 畢竟李正昌已經老化了嘛 另外要提一下吳俊瑋 他在七月確實度過一段很不穩的時期 但其實進入八月份之後 他就恢復水準了 近兩個月他的投球EIA Plus 是489.3 被打擊率1x10 連10場無則失分 近況好得不得了 所以我是覺得不用太擔心 反而是呂彥青 竟然壓制力是真的下滑很多 直球速度掉了EIA Plus 85 對比2022年的169.1也相差一大截 考量到左手牛有陳冠宇、王志軒了 我就沒有再把呂彥青列進來了 留在投手的部分 我挑了林玉銘、莊誠中傲、林正偉、潘文輝 宋家好還有劉志榮 其實我也很想把 能在2A穩定先發的陳柏玉擺進來 但主要還是擔心海盜的保護限制 亞運就有最多50球的潛力 竟然陳柏玉吃了超過130局 海盜就算不直接讓他關機 可能也會有嚴格的限制 這樣中傲隊調度起來也會綁手綁腳 所以我是先猜在名單外 那現在選的這六位 實際上我認為都沒問題 之前也都在預測里外12強的影片中提過 這邊就不贅述了 需要注意的就是莊誠、宋家好 還有劉志榮這三位 都有一點喪失的疑慮 莊誠8月底被強襲球集中右手 後續消息是說無大愛 但上後回歸的第一場 只投3局丟5分 恢復的如何還要觀察 宋家好是在9月20號只投4球傷腿 隔天就被嚇放了菌 後續並沒有看到進一步的消息 劉志榮是有向曾總表明參賽意願 也已經出傷兵名單了 只要是健康的 我想球團也會很樂意放行12強 並且他今年才投21局 還有很多空間可以補 另外還有要補充陳文英的部分 前陣子有消息傳出 他有意願參與12強賽 但我個人的猜測是 重要隊不會選 最主要是陳文英的成績太平庸了 今年到美國獨立聯盟的大西洋聯盟發展 是對上的固定閒法 防禦力卻高達6.37 遠高於聯盟平均值 所以連在獨盟 他都已經投得很辛苦了 放在終極軍舞台 或甚至12強的戰場上 可能會更不理想 那以我現在預測的14頭名單 大致分攻會是 國人瑞陽、林玉敏、 莊陳重堯、林政偉四席先發 黃子鵬跟劉志榮擇一去後援 牛棚右頭有紙叉系的陳冠偉 變速系的吳俊偉 還有滑球系的陳柏豪 搭配有剛猛速球的曾俊月、潘文慧跟宋家豪 左頭則有陳冠宇還有側頭的王志玄 雖然少了徐若希很可惜 但如果能夠排出這個陣容 中華隊整體的投手強度也算很不錯了 接下來看野手 第一個先講補手區 明星賽的時候 曾總在中華隊是挑雞腳拱罐 戴白鋒、陳重堯三位 高宇傑跟張兆元則擺在明星隊陣容中 那最終的正選 我同樣留下雞腳拱罐還有戴白鋒 一個是當今聯盟最會打的補手炮 今天的蹲補技能也有進步 選他沒有什麼疑問 另外一個是蹲補場次超過60的補手中 唯一阻殺率超過4成的 剛好是一攻一手的搭配 至於第三號補手 我看到多數人會選擇高宇傑或者陳重堯 但我個人是想要猜一個不一樣的 可能會挑老醬林鴻玉 會這樣猜當然有原因 第一個是小胖的打擊實力夠好 今年減重有成後 繳出131的OPS加 其他近三年來新高 讓下半季越打越好 雖然已經38歲 還是很能搭 第二是因為 戴隊的是正好聚總教練 他非常清楚 並欣賞小胖的領導能力 去年六天闖進總算局賽 他就點名林鴻玉是最重要的人物 把選手安撫得很好 也傳達教練團想做的事 他有可能會希望這次12強 林鴻玉也能扮演這樣的角色 類似2019年12強胡錦永亮 去年經典賽 秉總其實也有把林鴻玉 列進正選名單中 只是他因為手腕不是玩具了 第三則是中華隊打線 真的很酌情 有林鴻玉的話 可以試戰況先發排DH 或者放板凳 扮演關鍵一擊的帶打角色 以小胖的經驗跟能力 也完全扛得起這個重任 當然小胖今年幾乎沒在蹲 92場出賽只有4場蹲補 但我覺得樂天是知道林鴻玉有年紀 堪了到他的體能 才盡量不讓他蹲 也希望年輕人能夠盡快頂上來 不代表林鴻玉完全不能蹲了 我自己的設想 就是讓他當3號捕手 非必要不會用到他 主要角色就是定位DH 或者板凳誘達 輔佐正好去總教練帶領中華隊 另外一補充一下 旅外補手林家鎮 之前在小人魔的發揮也不錯 其實很適合選來搭配旅外投手 默契上應該更好 但林家鎮前不久 因為左手掌勾撞骨骨折動刀 還不確定敢不敢得上 所以我就先沒有列進去正選了 下一個看內野手區 一樣先參考明星賽真種的跳法 一壘選了朱玉賢 許姬鴻 二壘林立 以凱薇 三壘 吳念廷 劉姬鴻 游擊則是江奎允 曾子佑 共8位 那現在正選第一個 我會先刪掉吳念廷 他在8月底被強襲球打到臉動刀 賽季提前報銷 幸好手術順利已經回到對上訓練 但整體的強度要再重新拉起來需要時間 12場應該不會勉強去打 第二個刪掉林立 抓狂狼點是他近兩年 因為頭部腦震盪所苦 雖然成績沒有太大影響 依舊很能打 可是後遺症還在 目前也沒有完全康復 算是帶傷征戰 也因為傷到的是頭 必須特別小心 林立本人也提到 會以身體為最大優先 所以辭退的可能性應該是蠻高的 那剩下的六位 我留下五位 唯一做出變動的是把劉姬鴻換成王偉成 不管從攻擊 或者手臂的角度來評估 王偉成竟然的表現 確實都優於劉姬鴻 從短槍變長槍後的他 本季OPS加128 也寫下剩下新稿 劉姬鴻則是86 寫下近三年新敵 而王偉成明星賽時 之所以會帶在明星隊 是因為上半季有傷勢 休了大概一個多月 現在傷好了 成績也維持得很好 進入中華隊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另外也補充 今年從樂天FA到兄弟的陳俊秀 其實有被尊重征詢12強的想法 而他的回答是 身體狀況可能不允許 怕對中華隊造成困擾 從下半季的成績也能看出 陳俊秀確實有點疲勞 常常需要輪修 OPS加也只有92.8 應該就不會在名單內了 那張玉成雖然也有上市 但他本人表達出了很高的意願 不管從攻擊或守備的角度 做大隊也真的很需要部長殘賽 因為我目前挑了六位內野手 先發我會擺一壘許姬鴻 二壘張玉成 三壘王玉成游擊江崑宇 李凱威跟朱玉賢從板凳出發 朱玉賢也有機會擺外野或者DH上陣 其中張玉成是最大火旗 內野四個位置他都能夠支援 那如果教練團評估 內野名單想要多加一個 首選就會是月東華 其實他跟李凱威竟然在二壘的防守都很突出 必要時還能支援游擊 但打擊穩定性是李凱威更好 曾哲偶的話上半季很亮眼 但下半季有明顯下滑 OPS加只有71.2 所以我就沒有放進去了 最後來到外野手區 這裡一向是中華隊競爭最激烈的地方 曾總明星賽時挑的五位 是陳傑憲、林安可、邱智誠、陳成薇還有曾宋恩 而我個人預測的最後名單也是這五位 我真的很想要把稱草納進名單內 並且他的火力是當今聯盟頂尖 累計超過300個打席的選手中 OPS加第一是摩英 再來就是陳子豪樂 但就像陳早說的 他沒有很長守備 比較難入選國家隊 這點很吃虧 甚至今年明星賽他也被忘記 不只中華隊沒選 明星隊也沒有他 而且 陳早下半季的狀態 其實比上半季來的差 OPS加只有100.1 這讓他要被看見的機率更低了一點 所以很有可能遭到隔礙 另外還是王伯榮 考上到總教練是正好G 我其實有想過要把曾宋恩換成大王 畢竟兩個人的成績真的是伯仲之間 看OPS加是125跟126的差別 王伯榮有比較好的選球能力 曾宋恩則是常打輸出更多 最後我是猜曾宋恩出現 最後還是考量中華隊的打線左傾 更可能去挑曾宋恩 像今年賽史比總挑的成進這樣 從數據上來看 曾宋恩也確實對左頭表現更出色 這邊也補充隔宋承睿 是他滿有機會當騎兵的 下半季繳出143的OPS加 還跑出17次到累 展現驚人的累間破壞力 防守也是他的優勢 作為功能性外野入選的機率也存在 假設最後名單出來 是曾宋恩換送成RAID 我也不會到太意外 好那以上就是我的12強 重要對28人名單預測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你的版本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見囉 掰